台中市政府预计花了三亿元打造企鹅馆 而日前就端出了一份简报 内容说南极企鹅真的快乐吗 就举例了企鹅在南极受到海豹和杀人经捕食 不如搬到台中当一个荣誉的市民 才能免除生存威胁 不过这一番言论在网路上流传 被网友痛批实在太荒谬 一份预港发展跟企鹅馆新建报告书 点进里头洋洋洒洒发展计划 还有各式各样企鹅种类接受 当中红色字体写着南极的企鹅真的快乐吗 塞叶直指企鹅也可以安心住在台中无期渔港 成为荣誉市民 就是这番言论引来批评 不荒谬的是企鹅来台中 想办法要让他成为市民 可是我们想他有没有征求过企鹅的同意 一元通批一网友话说得更直接 有网友说一看就是外行人在做事 还有人说台中很爱做华众取宠的事 原来台中市政府计划花三亿元盖企鹅馆 只是简报里举例企鹅在南极 要面对海豹杀人精的猎捕 更引用今年4月份的新闻 澳洲三名罪汉潜进海洋世界偷走企鹅 惊险逃亡12个小时才被救回 简报内容质疑企鹅在南极真的快乐吗 点名来台中才能免除生存危机 但网友看了直说证霞 简报外轰观光旅游局澄清都是委外设计 厂商协法简化才会引来误会 当中包括图片盗用的疑虑 都会要求厂商修正 平息怒气 记者蔡婉如胡卫伦台中报道 感谢观看